我今年的7月7号 我在微店平台上 花249块2 买了一件7月3 用了支付宝的花贝 支付的这笔钱就249块2 直到7月30号的时候 店家联系我 说这件衣服就没有货了 然后我就申请了退款 31号上午 点开支付宝以后 我当时就震惊了 就我的支付宝账单 显示有金额 居然这笔交易是3363块6毛7 跟我的实际交易金额 差了十倍还多 在我跟支付宝客服 沟通的过程中 我也用他们的要求 把我的订单详请 包括我的支付宝账单的截图 然后都给他们提供了 是这样的 因为在我们这边 在查序道的话 您7月7号 其实总计它只有12点17分 就支付是1300 就是3000左右的 然后您这个200多 是在3000里面去 进行操作退款的 卖家也跟我提供了 他的交易信息 然后他的交易信息 跟我的交易信息 就是我们买卖双方的交易信息 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的交易金额 都是249块2 就是它作为一个支付宝平台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 多了这么一笔钱 我是觉得很恐怖 从7月31号 第一次和支付宝平台沟通 也沟通了不下有 不下十次 直到今天8月8号 这个事情 没有一点点进展 仍然没有一个人 出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 我的交易金额 和我的账案单金额不符